吴亮影出场 也请 有请 请我们的记者有没有闪开一条道 你好 亮影 先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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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要拍照吗 好 来 亮影 我们放在背景板上吧 来 这边有吗 好 好 来 抓紧时间 发布 好 无急啊 有时间 好 再到我们的左边来看看 也很开心 终于来到上海开我的歌人演唱会了 我覺得我等待這一天等很久 到上海來看演唱會似乎是也是你一個夢想 非常的特殊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知道 因為上海這邊有很多 國際上非常知名的 不僅挺市場 還有國際上很多非常優秀的藝人 到上海經常會到上海來看演唱會 所以我相信上海人的要求會特別有 然後就是大家的品味大家所喜歡的音樂也會是 我覺得要求也會非常的高 所以到上海來開演唱會 那意義不僅僅是一個演唱會而已 我覺得是一個我工作的一個 就是中間一個比較有標誌性的一個台階 那跟他們的合作你覺得現在 經過成都演唱會的磨合 你覺得怎麼樣跟國內的來比 你自己個人的感受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也不是說跟誰來比 可能我三年我總共開了演唱會的場數 也不是特別多 所以就是說在我合作的這一部分樂手裡面 我覺得跟他們有一個默契 然後他們本來就是很棒的樂手 在他們自己的專業裡面就是有相當的高度 每次排練起來進度會特別的快 然後時不時的某一個人 就是整個樂隊當中某一個人突然有什麼想法 就是會激發大家互相的一個對歌曲的改編上面會有很多 就是很即興的東西 對對對會有很多新的東西出現在歌裡面 特別是每次我們排中我覺得的時候 可能時不時他們都是國外的樂手 時不時有一些新的想法放進來還蠻有意思的 從他們的角度來 那對你來講也是一個考驗 原先準備好該怎麼演該怎麼唱 突然即興有一個變化 我覺得我很喜歡即興的東西 甚至於去年在成都那一場演唱會 我們在演唱會現場有很多 跟我們之前排練的也是不一樣的 就是跟著當天的感覺走 每一個人的感覺都很好 大家能走到一起有一個默契 大家知道我們下一個和聲停在哪裡 會是最好的 或者是說鼓手他怎麼樣 這個中間興奮的長度怎麼樣是最好的 我覺得我們大家有一個這樣的默契 那看來這種變化這種即興的發揮 對你來講會感覺越來越興奮 對我其實演唱會最吸引人的就是他的現場感 那現場特別多新的東西 給一個大家耳熟能唱的一首歌 比如大家覺得他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唱應該是這樣的風格曲調 突然突然間聽到一個全新的東西 你知道是這一首歌 但是你給了這首歌一個全新的聲明 你會覺得就像聽到了一首新的歌 對一個新的東西又來了 要靠你現場的反應和平時的積累 把它完美地呈現出來 對 其實這就是跟錄音坊裡面 錄個完全不一樣的效果 好 那麼這台張愛玲的演唱會呢 其中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聽說會有一些來自於美國的一些 管樂的表演者也要跟你合作 那讓你在這個演唱會當中 會呈現出一些古典的元素 有沒有這種說法 也不是說像古典 因為可能是因為他們之前有給古典 有一些配樂合作 然後從我自己的演唱會來講的話 中間會有一些可能會不大像是一首完整的歌曲 是一些氛圍性的東西 一些樂隊去表演的一個音樂性 大過於流行性的那一種旋律的東西 那古典的元素還會有嗎 呃 還在講嗎 我覺得很難去界定它 主要取決於我們最後的旋律是什麼樣子 怎麼樣 你還要看現場怎麼來做 我想是這樣 那第一次來上海做自己的個人的演唱會 那我也知道之前你也為自己的專輯忙碌了很多 那演唱會之後除了推新專輯之外 這當然是你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那有沒有想一個想幫幫大家的感覺 我 因為我之前聽說你本身就有這樣的想法 對 我本來想的是說我的演唱會完了 我就想放一個大家 因為這個想法我想了三年了 三年 從來沒有實現過嗎 對 就老師是因為一些臨時的工作差弱 或者說一些老早就定好 就不能更改的工作 然後就把我的時間完全計劃 什麼都打亂 所以我老說計劃沒有變化 真的是這樣 然後這一次呢 我覺得我要給自己一個強制性一點的措施 一開始想的是演唱會結束之後放下 現在的話 我估計要到新專輯的宣傳之後 專輯一宣傳又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一起就是勝利 起碼要排到零年的春節以後 那這三年當中你回憶一下 休息最長的時間 那天有幾天 能回憶起來嗎 還算難 我估計的話不會超過十天吧 不會超過十天 那看來這一次如果給你幫個大家休息的話 起碼要休息一個月嗎 沒有 我所指的十天是沒有公開性的活動 然後就是以前覺得就算是休息了 比如說像鏡頭錄音啊 像做一些不是公開的媒體性的活動 那對我來說已經算是休息了 現在是工作 但是壓力就不會那麼大 已經算是一種條件了 對 好 那麼我們再聊了很多關於演唱會的情形之後 當然我知道很多的媒體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問題 那其實